我們看這一題 這一題他說現在有一條君子的鐵絲 彎曲成一個區域半斤是R的那個圓弧 然後它的圓心腳是膝蓋的 那麼鐵絲的重心 鐵絲的重心可能在這裡 鐵絲的重心 鐵絲區域中心跟鐵絲區域中心 之間的距離是多少 那現在我們先把這個 先把這個 那個植芯給算算 植芯現在就是重心了 我這個當圓碟 把植芯重心找到 那植芯怎麼找呢 現在以這個當圓碟 那我現在 因為它這個左右對稱了 我就把它切 那個切成兩半 那切成兩半的話 植芯一定會在這個對稱軸上面 那在對稱軸上面的話 等一下我就積分 積半個就可以了 好那我現在假設在這裡 有一個DM 好那麼根據那個 植芯的定義 這個YC 是等於多少呢 是等於 M是多少 本來在四個碼 I 然後這是YIMI 那現在呢 它是連續的 所以是Y 還是DM 那Y的話 是DM的 它的Y座標 那Y座標的話 那這個呢 假設 這個角度 叫做Sita Plan 叫做Sita Plan Sita Plan Sita Plan 是變數 那等一下 積分的話 是從零度 G到二分之Sita 再把它乘以二 因為它是左右對稱 好那所以 所以呢 我這個積分 YDM 是等於多少呢 是等於兩倍的 那個角度 從零度 G到二分之Sita 那Y是多少呢 Y是R Kosan Isita Plan R Kosan Isita Plan R R乘以DM DM等於多少 DM呢 除以什麼呢 除以全部的M 等於多少 等於這一小段的長度 這一小段的長度 這一小段的長度的話 是等於RDsita 那除以多少呢 除以這一段的長度 這一段的長度 是R乘以Sita R乘以Sita R乘以Sita 這個應該是Sita Plan R乘以Sita R乘以Sita 我看 跟長度長這種比 這樣沒有錯 所以 這樣DM 這等於多少呢 等於那個 Sita分之M D乘以Dm DM的話 dm 的話是等於dcdm 再乘以dm 後面是dm 那這樣等於dm 這樣就等於dcdm 然後積分0到dcdm 這是cosin dcdm 這幾乎是等於sine dcdm 所以dcdm 乘以dcd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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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從0到dmdcdm 所以這樣等於dcdm 這樣等於dm 乘以dcdm dcd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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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時候這一段的鐵絲就變成1點 那麼它的直心就在R的地方 所以這個答案是合理的 現在我們把YC算出來 這是YC 它問什麼呢 它問說 這個什麼呢 鐵絲的重心 與鐵絲區域的重心距離多少 那這個就是這個答案 這個就是這個答案